在跟沈相长的谈论过程中 当我们发现 输澳人口节节 直直滑落的时候 现在剩下38,700多 如果照这样不止迭回升的话 我真的很担忧 输澳人口 因为命令交息 原来的三席变两席 以及三新乡 两席变一席 他们可能如果继续上升 而输澳人口继续下滑 这样影响所及 会造成输澳人口未来 会呈现少掉一席线运缘 所以未来 我们要免去少掉席次 而且防止输澳人口继续下跌 能够止跌回升的话 我想怎么样来使输澳的政政 能够带动工商业的发展 带动外移的人口会减少 而且迁入人口会增加的话 我想是当务之急啊